今天呢我来到离海的核心地段 给大家拍一套屋况不错的二手房 那么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区的环境 它呢是在15号公路旁边一个闹钟取经的小区 这边的房子呢基本上的房里都是在20年 20多年然后是2000年以后造的 那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呢 是我眼前两层楼加个地下室的构造 它呢是2006年所建的 是占地0.14个英亩 室内3200多尺 6房4位 现在的售价呢是66万500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房子 以前造的房子占地呢都是会比较大的 然后呢 它房子间距都是不错 然后都是比较典型的美式风格的 有一层楼有两层楼加地下室的构造 那么这个房子的外观呢 它是砖 美国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木头造的 然后外面贴面呢 它这套房子是砖 以及加上这个石板 石板的这个构造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吧 右手边是两个车的车库 外面长的drive位停两辆车 左手边是房子的入口处 这里呢房子门前有一块非常大的草地 然后往这边走 进去看一下 这里呢就是 非常简约的 podge 非常简单 然后房子入口处 我要找一下这个钥匙 今天呢带外周来的客人看房子 哦 钥匙在这边 好 进来了 进来以后 左手边 左手边是一个开放式的 会客厅 会客厅 然后再看一下右手 右手这里呢是洗衣房 这个开什么洗手间 对 半个卫生间 有点小 然后 这旁边是两个车的车库 看一下 这人就亮了 车库 然后他这里呢地上是 都是06年盖的时候用的材质 没有换过地砖 然后这里呢就是复合地板 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斜角的 这样一个楼梯通往二楼 那左手边看一下 它这个楼层还是相当高的 它不是一种平层的中规中矩楼层 它是那种斜的 有点斜的挑高的楼层 包括这里 这门一进来 挑高的这个玄关 空间感还是蛮够的 感觉非常的宽敞通透啊 左手边这里 这呢就是一个对讲机吧 是吧 就是安全系统 这里呢就是一个L型的厨房 木头的柜子 它这边所有的装修没有动过啊 就是06年原貌 买来时候盖的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 没有remodel过 然后就是台面 带了一些台面的质量是不错 就是花式呢 还是以前的花式 2000 2010年之前都是这样一个款式 比较老旧的 下面是烤箱 灶台 微波炉 台盆 上面有窗 不错 冰箱 储物空间还是蛮大 这里呢就是一个餐厅的一个区域 餐厅的区域 然后右手边这里啊 就是客厅了家庭厅 家庭厅呢用的是地毯 那这套房子呢我们主要看户型啊 然后看它这个院子 主要它的优点呢是它的location好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不错 然后这个门头往后院给大家看它的院子 院子还是弄的相当不错的感觉 是吧 很漂亮的一个草地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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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里 看这里 看这房子 看这房子 房子的背面还是蛮好看的 啊这里有个凉亭 院子还是而且它这院子比较平整 也是很好打理的割草也是非常方便的 这里呢有个储物院子后面的储物空间 好 我们回到屋子里去一下 然后这套房子如果说你要那个 买的话呢 就是这种装修老的话呢 可要花点功夫啊 要重新那个 可能地板完全换掉 全部重新装一下 这里客厅往这边 这里呢就是主卧 一楼是主卧的空间 啊 主卧 主卧 里面是主卧的卫生间 都是很老的了 呃 这里都是很老 这里的基石都要换 住间都要换 那浴缸还是不错 比较大 这个瓷装什么都是老款 而且这种瓷装以前这种缝啊 特别大 清洁起来特别麻烦 特别容易脏 是吧 这种缝特别大 现在的都是给你 就是呃防水 vinyl那种 就是基本没有什么缝嘛 浴缸旁边是淋浴房 淋浴房也是挺大的 超大 超大 瓷砖地砖全部要换掉 全部不行 要换掉 然后呢这里是双台盆 这个也要换掉 这种都是老的了 台上盆 就卫生间要 还要 重新装修一下 里面是布鲁斯的衣帽间 这个应该就是麻烦 就是这样的 房间里面的都是地毯 好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那它的优点这个环境 就是主卧在一楼 进门有个office 或者说是会客厅 二楼看一下 二楼有几个房间 一上来有首边 是第一个客房 这个房间还是挺大的 挺漂亮的一个房间 我觉得 窗采光好 街景房 楼层挺高的 这个房间旁边呢 第二个房间 那这套户型它的一个优点 是它房间都超大 每一个房间都老大的 这是第二个房间 这房间旁边出来是二楼公用卫生间 然后呢 这里 这里是第三个房间 房间都超大 这点还是不错 房间超大 一楼主卧在一楼二楼三个房间 我们去地下室看一下 地下室有两个房间 地下室 在地下室 在客厅旁边有个 这个 到地下室 我们可以看它常上 它每个层楼都有自己的空调 可以调节温度 好 地下室 地下室 一下来 右手边 这是一个 会客厅 客厅 然后这里 小孩子还是弄得挺好的 挺整洁的家里 书啊 这些 然后这边 这是啥 这是楼梯下的储藏间 这里面应该是cold room 哦 这是卫生间 在这里 地下室卫生间 这个它是后来装的 后来装 就是这样子就感觉很暗 呃 这是啥 这是洗衣房 地下室有独立的洗衣房 就是感觉这样的卫生间好像 不不不 那个 哎 现在好了 前面太暗了 感觉灯不够 有点暗 呃 然后左手边有两个房间 我们看一下房间的大小 这是第一个房间 房间还是蛮大的 布鲁市的 布鲁市的衣帽间啊 这个房间旁边呢 第二个房间 嗯 这是啥呀 这个也感觉像做美容的嘛 很简单 啥 这是自行车还是什么东西啊 是第二个房间 还可以 那这套房子呢 它现在六十多万 但是它要改的东西挺多的 要升级的东西啊 要重新装修的还是挺多的 你要装修的舒服啊 像地板啊 卫生间全部重新要换掉 包括厨房一套 全换掉 换的那种现代风的就好看了 就没毛病了 如果甚至于在在讲究 讲究点的话 把这个riding全换掉 那就会比较完美一点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然后呃 您喜欢这样一套房子吗 这套房子它的优点呢 它是地理位置不错 然后它每个房间都超大 但是它的缺点是 它确实是需要重新remodel的 里面真的是地板啊 地面厨房啊 卫生间都是比较旧的了 太旧了感觉 太旧 呃 不太好看不太舒服 那重新remodel以后呢 这套房子还是一套 非常不错的房子 呃 地理位置是没有话说的 然后旁边有个新的儿童医院 也开张了 呃 周边呢超市啊 都很近 都很近 有两个Costco 呃 Sara Toga有一个 还可以去American Fork也可以去 Walmart都有 周边都有 那个餐馆银行都有 都很方便 那么学校呢也OK 学校这边公里需要都是七八分的这样一个水平情况 那如果您在犹他州沿湖城有买卖房产需求 欢迎我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